这两个尽在咫尺却不愿接近 暮暮相视又不肯散去的男女 便是小楼的主人 丈夫袁志炳和妻子杨李花 夫妇俩的这种状态呢 如同他们的婚姻关系一样 僵持着 后来就两人不能聊天 一聊天就打架 要不就吵吵吵 夫妇俩由此就生出了矛盾 丈夫最终呢 还是不顾妻子的反对 外出替别人开车跑运输去了 而妻子呢 则本能的感到了不安 尽管丈夫矢口否认 但是妻子依然相信自己作为女人的敏感 这样的状态呢 让夫妻间的关系处处暗藏危机 并且是一触即发 这个争吵就变得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激烈了 接着呢 又从洞口发展到了洞手 而处于下风的 肯定往往都是妻子啊 慢慢现在经常被他们打的 上次被他们打的那个脑震荡呢 现在经常头痛的 留着下了后遗症大概是 慢慢的这个丈夫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时间呢越来越短了 而妻子呢也越来越肯定 丈夫有了万 对于妻子的反对 丈夫全然不顾 她一边呢着手离婚 一边呢忙着分家产 包括他们共同修建的这栋三层小楼 从中间呢一分为二 我不支持她的 那我当时我来说我一上次的 我说那随便杨玉花 对我婆婆什么不好 她总跟我们呢 就是讲这个传代的是 她总跟我们阮家生了两个儿子 孙子啊 我说随便他们做事做的不好 我说我总不去说她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 丈夫对于任何劝说都已经听不进去了 她铁了心了 就要开始新的生活 跟妻子协议离婚不成 接着就向法任提起诉讼离婚 她一知道的 我在跟王小龙在一起 我一跟她讲明的就是 我说到这个时期呢 我们俩人肯定要离婚的 谁这么说我都要离婚的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了 妻子也明确知道了 第三者存在着 但是作为一个 已经不如中年的农村妇女 她还是希望 丈夫能够回头来维持 这个家庭的完整 我是不会跟她离婚的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为了儿子了 这么大的儿子了 由于妻子坚决反对的态度 法院认为呢 夫妻关系没有完全破裂 尚有挽回的余地 被法院驳回起诉的丈夫并没有改变态度 而是彻底不回家了 不用说 妻子也能猜得出来丈夫的去向 而且丈夫也不想跟她再有任何瓜葛了 甚至更换了住处和电话号码 可是妻子呢 仍然期望通过努力 能够重新赢得丈夫的心 最后 她抛下了家中的农活 一门心思地寻找丈夫 终于有一天 她在一个小区 发现了丈夫的踪迹 可是杨丽花找到丈夫的时候 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欣喜 她看见了之前就已经知道 却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丈夫和第三者王小红不但已经同居 而且王小红还有了身孕 转瞬间呢 她的伤心和痛心就变成了愤怒 我进去我是给袁志炳扎住了 我是咬了她一口 咬了她一口 但袁志炳给我掐住 掐在那个墙上 我会你自己老婆 你平日老婆 你谁让你靠靠靠靠 邻居听到这个打闹声之后呢 出面制止 袁志炳啊 这才停下手 而杨丽花呢 则是瘫倒在墙角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那个时候我没离去呢 他完了叫我死掉 死掉我后来就这个墙壁上 坐在地上 看他们走掉的 哪里有离去呢 那每个女人碰到这一点 肯定是受不了的 两个孙子呢 小的孙子没一年放假 放暑假 小学里面要放两个月 就叫我大女儿下去 就完 要两个月才回来 我大女儿来给他十块钱 小儿子回到家之后呢 把姑姑给的钱 交给的母亲养米花 可是丈夫袁志炳的两个姐姐知道了 紧接着就钱去索要的四百元钱 而且是气势汹汹啊 她说你这个不要领的 那你四百块钱拿出 我说钱是不会少的 这个钱是给 那个我小儿子叫欧欧 我说给欧欧都说的 我叫志平经来说好 他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双方的理论是越来越激烈啊 从洞口发展到了渡手 而在袁志炳的两个姐姐 离开后不一会儿 许久没有音讯的袁志炳 竟然回来了 我一进来就骂我 你这个错事 你叫你姐妹进来打我 都是这样的 打砸了一通 来发泄自我情绪 最后家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 千疮百孔的样子 我那次出来就是那次打砸 就是那次打砸 撂下伤痕累累的妻子 和七零八岁的家 丈夫一走了之 但是对于妻子来说 暴力却远远还没有结束 袁志炳的姐姐走后 姐姐的儿子 又带了几个壮小伙 对杨里发生 劈头盖脸的一顿痛打 这个晚上也是紧紧的一个 在两个公年 在家人家老公 一踢他都 两岁四个人 太苦力了嘛 该跟你人家 一踢要打好子踢 是不是 他苦力 这么惨的小孩都苦力 为什么呀 太苦力了嘛 是不是 他这个人做人 不是狠下的 是不是 他不好这样做的嘛 在丈夫第二次提出离婚之后 妻子明白 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 都挽留不住丈夫了 而且这些年来呢 丈夫已经让自己吃尽了苦头 所以杨里花呢 在成为离婚案的被告之后 也前往了法院 他决定要状告丈夫和第三者 犯有重婚罪 我总像他违心转意 有些事情 我还不去 他反而叫了人来打 等重婚案子处理完毕 再处理 一步 浙江临安市法院 将两个案件都进行了受理 并且按照先刑事 后民事的原则 先对重婚案件进行审理 可是开庭的当天 丈夫袁志炳和第三者王小红 却始终没有出现 我们呢 这个案子呢 就是审理的 这个案子没有办法 杨小红也找不到 原则也找不到 在杨里花看来啊 丈夫和第三者呢 是想通过销声匿迹 来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他认为 自己向法院提供的照片 情书 还有证人证言 一定能够让他们再劫难逃 来的时候都比不大 但后来都这里肚子大出来了 他想老婆老婆啊老婆啊老婆 他都老婆老婆的叫 哎呀 真的老婆老婆就在想了吗 然而杨里花并不知道啊 仅仅依靠那些物证和人证 法院是不能够审理案件的 如果一方被告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的话 那么这个证据呢 首先他就是不能够经过庭审之证 这个证据都是无效的 如此一来的法院只能在找到袁志平以后 才能够继续审理此案 这对于杨里花来说 无疑又是一次大大的打击啊 杨里花灰心的离开了法院 回到了破败不堪的家中 看到那堵横在堂屋里的砖墙啊 这一切让他心中无限的悲凉 而一想了丈夫 他心中也仿佛是竖起了一堵墙 这堵墙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啊 杨里花意识到 只有让丈夫和第三者受到谴责和惩罚 自个心里的怒过才能够平息 家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他带着儿子离开了农村的楼房 到城里呢租了一间小屋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丈夫和第三者的下落 杨里花发现 丈夫对自己非常防范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在哪都住不长 时间呢不停地过去了 眼瞅着法庭调查的期限就快到了 杨里花呢接到了法院的通知 要你呢还是跟你说明情况 我行述把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个理念呢是有这么一条的 如果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呢 那么我们法院呢要向你做出解释的 那么就是由你自己选择 你是测速还是怎么样 像我们五一五靠了 这种日三十三年来月 我去诉论了 我又是什么时候 要能够找到他的人 找到杨小红 找到袁志平 那么我们呢这个案子呢 就是审理的要 其实他没有办法 杨小红也找不到 袁志平也找不到 这两种处理办法呀 实际上是一样的结果 这让杨里花实在觉得难以承受 天色间接暗闻 已经穷尽了所有办法 还是徒劳的杨里花 依然的呆呆的矗立在法院的心儿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啊 只感觉到无可奈何 无能为力 无路可走啊 法院驳回起诉之后 了解到重回案件 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途径 这点杨里花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他自然不会放弃 在带领人的陪同下 他前往了当地派出所报案 如果就他自己缺乏证据 或者就犯罪行人无法到位 这种情况的话 公安机关可以说理 进行调查 我们庆署最终 就进行跟袁志平 连寻找袁志平登出之后 袁志平来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后的袁志平坦言啊 他也知道 公安机关和妻子都在找他 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实在是扛不住了 跟王小洪一共换过多少个出租的地方 换了一个两个 换了两个地方 就换过两个地方 换过两个地方 都被他发泄的就是两个地方 后来我们没换地方 我换了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都是他知道的就是 我每到一个地方住房子 我住房住就是 付半年的就是 给他找到了 我半年房住又拿不来的就是 不能退的就是交进去 袁志平对于重婚的事实 无法否认 也承认 和王小洪呢 已经交往三年多了 而且生育了一个孩子 肯定是人要恨我的吗 是不是 他也起立进去了呀 这个事情是不是 不过我起立进去 他是不是要起立进去了 不是也得恨我了 我现在一开始他就知道 我现在要起库这人发生就是 袁志平和王小洪归案后 杨丽华几年来的寻找 终于画上了句号 法院呢 也对重婚案件开始了审理 被告人袁志平 有配偶 而与他人与夫妻关系 共同生活 被告人王小洪 明知对方有配偶 而与之与夫妻关系 共同生活 其行为均触犯的中华民共和 行款第258条规定 被告人王小洪 洗手冲子跟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不对 如果不得 哪些地方不得 不对 哪些地方不得 就是说我知道 颜色病的脑袋 我并不得脑袋 你是怎么知道 被告人 就是颜色病跟你说的 他跟你怎么说的 他就是跟我说 他理不得还给你 你会没一个保护老婆呢 判几如下 决定其理 一 被告人颜色病 担重婚罪 判处有事同行一年 二 被告人王小洪 担重婚罪 判处有事同行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 重婚案件审结之后 法院接着又审理离婚一案 而这次的离婚呢 是由妻子杨礼花提出的 如今的杨礼花和儿子呢 在城里都靠着打工为生 虽然呢 这次过得很辛苦 但是 在他终结了那段 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 和不清不楚的尴尬身份之后 他已经不再想过去 太深感情了 他相信 在经历了黑夜之后 接下来的一定会是天明